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终点 9月5号到12月5号在新北市艺文中心登场 今天的QA大叔要带观众朋友了解何谓遇到机车推撞 还有发生事故时应该要如何处理 为了抢攻振兴三倍券商机 平临区公所推出了加码三重送促销活动 从8月8号到9月9号 只要到平临消费就享有在地店家提供七八折的优惠 另外活动期间还将发送一万两千份的加码券 同时区公所也将周周送出十万元以上的摩采品 大奖包括了70寸的液晶电视 以及New GoGo Road 3电动机车 为了抢攻振兴全商机 平临区公所8月8号到9月9号 推出平临雄盖岁 休旧来吃特优惠活动 记者会现场平临区长周清真亲自击鼓宣传 另外平临的会理事长王成毅 还有在地茶农也带来舞龙表演 为活动热闹揭开序幕 新北市副秘书长周提志也到场立庭 邀请全国民众到平临感受美丽风光 喝好茶并且享优惠将好礼带回家 欢迎我们所有全台湾的民众 来到我们新北平临的好山好水玩乐之外 我们有好茶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我们每一周都会有好礼要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满额消费之后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相关的抽奖活动 越早来你可以有抽奖的次数越多 这次活动平临区公所大手笔推出 政府三倍送平临再加码三重的促销活动 第一重将有在地百家茶农店家 提供十五千里商品全面七八折的优惠 业者也希望借此带动当地商机 希望可以带很多的客源 可以发展平临的经济让平临更好 第二重是活动期间透过FBI按赞 加LINE AT在游客中心发送一万两千份加码券给民众 可以到优惠店家消费折体使用 而第三重则是活动期间 周周要送出十万元以上的摩彩品 你只要消费满五百块 我就送你一张摩彩券 大家知道吗 我每一周都要送出一台 菲利普七十寸的一斤电视 还有扫地机 还有很多的脚踏车等等 价值绝对在十万块以上 去公所表示为了增加早鸟游客的中奖机会 摩彩才累积方式最高可享有四次中奖机会 另外最后一周抽奖 更加码抽出New Gogoro 3电动机车一台 让幸运得主开心骑回家 记者声明这门奇 平民参考报导 新田区公所与小城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举办了行男大主厨活动 来宣导性评观念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邀请了社区男性朋友下厨煮饭 准备共餐的菜色 虽然切菜备料的动作深色 但是精神可嘉 新田区一副区长吴志忠就表示 如果男性可以帮忙家务 不仅是贴心的表现 也能够使家庭更加和乐 为了宣导性评观念 新田区公所与小城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举办加油行男大主厨活动 小城里里长郭仁泽特地在下厨之前 先来一个勤钱教育 告诉众男士们进厨房煮菜前应注意事项 随后就真的要实际操作了 近十位男性朋友中包含了老中青 一起来切菜备料 下锅炒菜和洗盘子 以前就住在家里吃 觉得葱就应该这么长 然后什么没有感觉 来这边那那个姐姐们 他们都会教葱要怎么切比较长 连最简单的那个番茄炒蛋 我们都以为很简单 就来这边他们是还把它剥皮的 烫熟或剥皮然后再炒 我觉得很有趣啊 我觉得很像在学校做上家安科那种感觉 但平常有机会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 有有就在家里都会帮忙洗菜煮饭之类的 有的人负责切红萝卜 有的负责将磨成粉的小鱼干装袋 大伙分工合作要完成社区共餐的料理 虽然看起来动作有点深色 但却也没有想象中的手忙脚乱 小城里里长郭仁泽表示 其实现在很多男生都会下厨 两性之间已经没有家务该谁做的分别 而志工大姐们也说 难得能够悠哉的在外头聊天 对于这群行男大主厨 愿意进厨房给予极高的评价 我发现男生其实很多他会煮饭 那就是点不点不在讲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要推动说 你很会煮啊 你要鼓励他 那你可以再多投入一点嘛 帮老婆分担一点家务啊 然后或者是夸他说 你煮的比我还好吃 他就可能会更愿意出来煮 我觉得精神上100分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参与 因为平常他们有的上班啊上学啊 那当然就是在各种默契上面 我觉得可以到达90分啊 新店区副区长吴志舟 也特地前来参与活动 并且拿起了刀子 骗起了白肉 他表示其实现在大多都是双心家庭 如果老公回家后也能够帮忙家务 不仅是对老婆贴心的表现 也能够让家庭更和乐 现在现代的双心家庭 我们的女性不仅担任的家务 也在职场上也有一份工作 下班之后如果老公可以帮着老婆 切切菜煮煮肉 一半来处理分担的家务 我想这会使得我们的家务 以及两性的关系更为和谐 小城社区这次的共餐菜色 包括了蒜泥白肉 番茄炒蛋 清炒高丽菜和豆腐味噌汤等等 料理完成后 也由这群暖男厨师们帮忙上菜 新店区公所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建立两性平权观念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让性别平等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卫生局整合客运业者 推出长照交通整合服务平台 民众只要上网就能够预约叫车 让高龄长者或者是失能长辈 要就医或附件都更加的方便 也让长照的服务量能再扩大 为了解决长照交通接送 就医或附件叫不到车的困境 新北市卫生局与学界合作 创新费率计算与改革特约制度 让服务量能再扩大 纳入更多客运业者 并且推出了新北市长照交通整合服务平台 让民众可以自行上网预约订车 查询服务时间 服务烫次以及补助费用剩余额度等等 其中还导入了使用者评价机制 让车队之间产生良性竞争 使用民众也能够及时的回馈意见 成为全国智慧长照交通服务的新典范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 如果想要满足新北的长照交通服务需求 全市至少需要200辆长照专车 再加上新北福源辽阔 又有13个偏乡地区 想要让失能长辈就医 附件长照专车就显得更为重要 现在透过了服务平台 有更多的业者加入之后 目前已经有164辆长照专车 预计今年要达成200辆专车的目标 而这项长照交通接送创新服务 可以说是有如长照Uber 不用只仰赖电话轿车 现在只要手机或电脑上网 登入平台之后 就可以轻松的预约轿车 同时还能够择取相近的时间 地点每合共乘 享有66折的优惠 不仅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 也让车辆的使用效率大大提升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音乐剧节将从9月5号起到12月5号 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 将由四组国内音乐剧专业团队 带来精彩的作品 并且有论坛以及首度办理的 剧本孵化剧独剧演出 活动的详情可以上 新北市文化局网站查询 2020新北市音乐剧节 即将在9月5号登场 新北市文化局提前举办了记者会 文化局表示 今年再度与国内专业音乐剧团队 台南人剧团携手合作 规划了一系列最原汁原味的 台湾原创音乐剧节目 论坛以及首度办理的 剧本孵化剧独剧演出 借此激发先生带音乐剧创作者的潜力 我们希望能够对于 在这个领域上面 所爱好的 想要进入这个领域 这个行业的 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很高兴 我们跟吕老师这样的合作 今年也首次 我们去规划这个剧本孵化 以及独剧的这个部分 总共有六个场次 很荣幸再次受邀担任 新北市音乐剧节的策展人 然后感谢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给台南人剧团 还有我这个机会来为台湾音乐剧做点事情 然后我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都能够为台湾 都能够让台湾音乐剧变得更好 新北市音乐剧节将从9月5号起到12月5号 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 今年度将由四组国内音乐剧专业团队 带来精彩作品 而表演团队也在现场带来片段演出 今年的台湾原创音乐剧将由月演剧团的 历经卡拉OK的最后一页领先登场 接着有AM创意带来台湾首出动画音乐剧 《小儿子报告沙发有黑洞》 次点创意工作坊的口碑制作 《幕后禅奇苦路人生》 还有See Musical制作的全新作品《我的上海天菜》 其中历经卡拉OK的最后一页 是由蹦恰恰反串饰演历经卡拉OK老板娘 在社会上 她虽然可能不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可是其实她们的韧性非常非常的高 那她其实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述说一个台湾女人的故事 民众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可以上新北市文化局官网查询 记者身边站门齐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QA大叔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正新不只是三千大新店 正新游离 新生办有限电视或者是网路 就可以参加抽奖哦 总奖金四万元超商礼券 等你来抽 正新游离快拨打2917 3939 做会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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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会爱台湾啊 做会爱台湾 做会爱台湾哦 做会爱台湾哦 全台湾好吃好玩的好处理的地方 都在这里 咱做会爱台湾 以机车为逮捕工具的朋友们 多多少少都碰过交通事故 今天QA大叔就要透过一起机车推撞调解案例 带观众朋友们来了解何谓机车推撞 还有万一不幸遇到了机车推撞事故要怎么处理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QA大叔 QA大叔帮您来解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么快就开始了 比较帅啊 谢谢我好久没听过这样 谢谢大家 来我们先来谈今天的话题 这有一天啊小英就骑个机车 结果呢因为各位知道说我们机车在骑的时候呢 这个会跟在有些人跟着车后面嘛 结果呢他在公车的后面他停车以后 就后面呢蹦一声 就一步机车呢就从他后面帮他推撞上去 我讲的是推撞 因为小英他机车是沙停在那里 结果呢小英他被撞了一个就跌倒 他就我看那个出判表然后他的那个诊断书 他写的是这个差错上的 那这个时候呢小英就当然要先提调节嘛 那调节看看调节会怎么处理 就到调节去 这个后来呢那个出判表上面写的就是说呢 这个后面的骑士后面骑士叫大雄啦 那大雄就说骑太快没错 我们观众朋友就越来越进度状况就是骑太快 对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没有错 出判表是这样写的就写说 他因为呢这个为保持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是没有保持 第二个涉嫌超速 那大概这种情况才会去发生车祸啦 说推撞 因为前面车子都已经杀住了 你后面来不及杀或者你杀了根本就停不住 就会直接推撞到前面的机车 所以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怎么算距离怎么算 好 来 我们所谓的安全距离 我简单的先解释说汽车 尤其汽车在行驶高速公路 你看那个桥上面有没有 我们经过那个桥上有写一个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汽车的安全距离 是以小型的轿车呢 是以它这个车速 比如说我速限是现在开100 那我的安全距离就是100除以2 就是50公尺是我的安全距离 大客车大卡车呢它的速限就是比较大 当然比小车因为是对对大车要更远对啊 对对大车的那个重力加速度更大 所以它安全距离没有错 欸观众朋友没有错 你们讲的没有错 它要更大 但大到多少呢 是 来我告诉各位 我们一般我们就会以大车的车速去减20 比如说你现在大卡车开的是时速100 你的安全距离最少80公尺才是你的安全距离 对对 那机车机车有没有 有没有 观众朋友机车有没有安全距离 没有啊 它出版表有写啊 为保持安全距离啊 有啊 对所以表示机车也有嘛 对好 那机车的安全距离要怎么算呢 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怎么算呢 其实机车的安全距离呢 它就是以你的反应来得及为原则 对很模糊 对 对 是 抽象嘛 没有错 就很抽象啊 因为这个有时候它没有办法标示清楚 对很抽象 那什么叫做你反应来得及呢 就是说 当我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后面刹车来得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把它换算成为比较实际的计算 大概 大概 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呢 你大概维持2秒到3秒的距离 就是我 我看到以后 两三秒的时候我能够反应 这样子 对 我们大概只能这样讲 好 所以呢 还好啦 这个小音呢 它这次跌倒只是简单啊 就比较轻的差错伤 那要不要赔 当然要赔啊 机车的损坏 发生错过发生两件事情 人有受伤就有形式的过失伤害 那加上民事的损害赔偿 所以两个部分要一起处理嘛 对 是 没有错 对 对 过失伤害 我们可以在调解的过程里面来处理 对 如果你今天呢 能够针对于过失伤害 就是针对你民事赔偿 先把它处理完了以后呢 通常 通常过失伤害呢 简方那边通常就比较会采用不起诉方式来处理嘛 因为它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 而且你有诚意和解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发生事情第一个一定要通知警方来处理 第二个尤其是骑机车的人 你千万不要忘记了 你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 所以呢 是 对 因为机车比较不容易杀住 没有错 我们观众朋友他常来跟我们讲说 你那个机车因为它两个轮子又轻 所以杀不住 没有错 可以杀不住 好 来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好 我告诉各位 无论如何 我们万一不小心发生了疏忽 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请警方来处理 不管严重或者轻 警方处理呢 登陆有案 你就不会有造势逃逸 而且我们有警方的判断 我们能够厘清楚造势的原因 跟造势的责任 对 是 可以 可以 你有问题 你问我们 我们都会回答你 好 来 那QA大叔呢 帮您来解答 欢迎有任何问题 你在下方留言 我们都会跟你回答 然后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来看博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感受最数位的光纤套餐 申办光纤上网指定专案 向数位无限核 再赠Google Nest Mini 每月只要699元起 速洽2917 3939 台大双响内外接通 申办台大双响案 再加响60枚光纤上网 行动上网不限速 吃到饱 再赠Google Nest Mini 速洽2917 3939 新北市政府委托新北市保姆协会 办理弱势家庭坐月子到宅服务 提供涉及并实际居住本市之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等 可二则一 选择2万生育奖励金 或120个小时弱势家庭坐月子到宅服务 驾询专线89515868 新北市志愿服务协会 办理行动是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车 8月7号14 21 28号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在达关社区原型广场 提供卡拉OK欢唱 血压测量 有奖争达等服务 欢迎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参加 详情请洽 8953 2149 新店护证事务所办理109年 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招生 课程内容包括居留与定居 亲职与子女教育等 只要是深坑 实定 毗宁屋来之新住民 接客报名 额满为止 上课时间为8月17号到31号 详情请洽2914 7675 分机104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